你吃什么 啊 锅子梨炖水鱼鞭吧 你叫什么 锅子梨炖水鱼鞭 给我也叫一个 眼前酷似成龙的男人叫陈家鞠 是香港的一名超级警察 为什么会叫超级 其实原因很简单 警方为了将以猜坝为首的贩毒团伙 一锅端 准备派一名有实力的警察 前去内地劳改厂 接近一名叫鲍哥的男人 鲍哥是猜坝的心腹 只要获取鲍哥的信任 就能顺利达进内部接近猜坝 很快上次就有了最佳人选 那就是眼前这个疯一样的男子 陈家鞠 为了能让家鞠心甘情愿接下任务 标书让人故意流出了一道门缝 接着和领导在屋内唱起了双簧 平常说我不给他升级机会 有机会你又不让他坐 哦 这就叫机会啊 混进大陆的老感应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是不是怕他不行啊 他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那好了 让他去巡逻啊 简直是浪费 现在国际刑警要一个超级警察 他不正是个超级警察吗 为什么不让他坐 就这样 家鞠带上了超级警察的光环 主动请因接下了这个光荣 而艰巨的任务 来到内地 杨科长让家鞠以林浮生的身份 去接近报哥 并且让他熟记了此人的背景 为了坐视家鞠的新身份 还特意为他拍了几套写真 写入在了林浮生的档案 随后杨科长带家鞠来到了武警训练基地 可当他看到武警战士的训练方式时 却一脸的不屑 认为这样站着背谈的方式 简直是太笨了 于是杨科长叫来了总教练 想让他见识下什么叫硬气功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的武警总教练 你好 香港来的超级警察 超级 那么一定很厉害了 他夸奖我 我没夸奖你啊 他排续到七段 核棋到八段 空手到九段 柔到十段 那我一定要见识见识 那当然那当然 就这样 家鞠只能被迫 接下挑战 只见两人摆好了架势 随着家鞠打出的一技快拳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攻 据说这一段打戏 没有任何武术指导 全凭真功夫自由发挥 虽然家鞠利用敏捷的身手 在前期占据了上风 但总教练的称号 也不是浪德虚名 在接下来的打斗中 教练越战越野 与家鞠正面硬钢 仿佛有着好不尽的体力 几个回合下来 家鞠终于看清了与对方的差距 只好甘拜下风 坐着风火轮先行一步 这天警方收到消息 猜拔找了不少人手 准备营救劳改场的豹哥 这对于家鞠来说 是接近豹哥最好的机会 随着豹哥的一个眼神 几人按着计划开始行动 其中一名囚犯故意找事 招来了一记耳光 随即两人便扭打在一起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豹哥则趁机跳上了 运输煤炭的货车 可就在货车准备驶出劳改场时 却被一名御警拦了下来 警犬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对着货箱荒废不止 御警见状急忙爬上货车 将刺刀插入煤炭开始排查 情急之下 副驾驶的大雄直接扑向御警 接着示意司机开车 暗处的杨科长手持98k 透过八倍镜 利用精准的枪法将司机打倒在地 紧接着家居一闪而出 在扑倒御警后 拉着豹哥扬长而去 这让一旁的大雄瞬间懵闭 但此时的他顾不了那么多 只能跟着跳下了货车 边跑还边让豹哥等等他 表示自己不认识这个人 没想到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举毙命 随后两人坐上了共享拉煤车 虽然途中遇到警卫的拦截 但家居都通过敏捷的身手成功镀截 当他们来到一处高空通道时 豹哥跳进了矿车 家居则启动了开关 但让家居没想到的是 矿车的速度惊人 再加上坡度实在太短 矿车渐渐和他拉开了距离 好不容易来到了山顶 却发现唯一下山的方法 就只有一根懒声 眼看预警就要追上来了 走投无路的两人 只好坐上了360度 无死角缆车 来了一次极限自由落体 观光旅行 由于速度太快 两人最终重重地摔在了山脚 在确认彻底安全后 家居向豹哥告辞准备离去 而豹哥却看中了家居的身手 想让他辅佐自己 并且告诉家居 只要能回到香港 保证他向前看 向后转 香港那么远 你别逗了 我在你进城里够500块 我现在身上哪有钱 到了香港 别说500块 5万块我给得起 你相信我 好 你说的啊 到了香港 你可得给我5万块啊 放心我不会骗你 走吧 走了 家居好 就这样 家居顺利地卖出了第一步 当天夜里 豹哥带家居来到自己地盘 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 将出卖自己的小弟就地正法 为了试探家居 豹哥打算第二天 回他的老家佛山 虽然家居表面上 爽快答应 但心里却慌得一批 因为上次杨科长 只让他记住了林福生家庭住址 回到乡下的家居 对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在回家的路上 隔壁三审见到家居 嘴里一边喊着福生 一边热情地迎了上来 这让一旁的豹哥 都情不自禁地想要回家 回到家中 所有邻居都向家居热情地打着招呼 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谁知下一秒 眼前的照片更是让家居大吃一惊 他做梦都没想到 和他同框的竟然是杨科长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杨科长挑着大愤走了进来 嘴里还喊着哥哥 家居瞬间心领神会 并且趁机对杨科长调侃一番 杨科长也不甘示弱 用小拳拳使劲捶打家居的胸口 就在这时 一位老奶奶走了出来 嘴里不停地叫着乖儿子 当家居看清此人时 发现正是自己的上司标书 此时的标书故意向宝哥示好 说他胡子何其性感 这让宝哥心头有点慌 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临走时 标书还让家居带上妹妹 就这样 鲍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带走了两个卧底 晚饭时间 几人来到一家餐馆就餐 没想到刚点完餐 杨科长就发现 对面一桌全是便衣 两人心里明白 如果现在鲍哥落网 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 于是杨科长趁机表明了身份 谁知对方根本不信 甚至还想搜身控制杨科长 迫于无奈 杨科长只好将其打晕 赶紧向总部呼叫支援 而在另一边 便衣见鲍哥几人准备离开 立马上前实施抓捕 鲍哥他们虽然极力反击 但对方却是有备而来 很快就将几人轻松拿下 眼看鲍哥就要被警方带走 杨科长呼叫的支援及时赶到 最终在队长的配合下 几人这才得以顺利逃脱 临走时 杨科长还故意开了两枪 以此来骗取鲍哥的信任 从而让他带上杨科长 一起踏上了返乡的轮船 虽然途中遭到了水井的拦截 但心狠手辣的鲍哥 还是驾驶快艇带着两人突出了重围 随后他们又乘坐私人直升机 来到一座小岛 见到了幕后的大老猜坝 可当猜坝见到兄妹两人时 却直接让手下将他们扔进海里喂鱼 想要以此来试探两人 家居自然是明白他的用意 向杨科长发出暗号后 两人先发制人 迅速发起进攻 很快便将几名小弟轻松放倒 瞬间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鲍哥 我还以为跟着你发大财呢 没想到你大哥这样对我 我这里给你面子 刀 喂 这好机会 抢你每次打 果然两人前脚刚走 猜坝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也就此放下了戒备之心 欢迎兄妹两个加入 不久后 猜坝来到金山脚将军的地盘 他让手下在四周提前做好了埋伏 自己则带着鲍哥和杨科长进入了军营 其实猜坝此行 早就预料到其他面粉买家 想要独吞他那一份 可猜坝也不是好惹的 当场做掉了出头的黑老大 此时的将军也不想多管闲事 表示自己只是个生意人 你们之间的事情自己解决 奇料将军前脚刚走 屋内就枪声四起 现场变得一片混乱 由于猜坝事先做好准备 很快就将对方杀得片甲不留 埋伏在四周的小弟 也应声加入了战场 扛起火箭筒 朝着军营 开启了疯狂轰炸模式 伴随着九九八十一声巨响 将军的阵地 险些遭来团灭 情急之下 将军立马调来了支援部队 这才让猜坝停止了进攻 看着现场一片狼藉 将军气得火冒三丈 而猜坝却显得丝毫不慌 叫出了事先埋伏好的小弟 说自己愿意认下所有损失 并表示以后 金山脚的土特产 他全要了 将军也不愿两败俱伤 只好答应了下来 至此猜坝垄断了整个面粉市场 但接下来猜坝要做的 就是营救他在狱中的老婆 因为所有的马尼都在坝扫手里 这天 鲍哥带着两人提前踩点 没想到前脚刚走 家居的女友就带着旅行团下车 恰巧的是 他们刚好入住了同一家酒店 一名摄影师在拍照时 不打勿撞地将家居罩了进去 看到照片的小玉一眼就认出了男友 不以为是背着他出来拍拖 于是立马找到了家居 眼看身份即将暴露 杨科长将小玉推进了泳池 事后 家居急忙找机会解释 说自己是有任务在身 请小玉一定要相信自己 就在两人交谈间 鲍哥突然出现 好在小玉反应迅速 一记耳光下来 替家居化解了危机 可没想到的是 小玉聪明反被聪明误 在电梯内 他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给了闺蜜 却刚好被鲍哥的小弟听见 他不但将两人的身份告诉了鲍哥 还将小玉绑了回来 鲍哥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历经千辛万苦带回来的兄妹两 竟然是一对雌雄卧底 当即就将两人教训了一对 第二天的行动 鲍哥利用小玉 威胁家居截救车 只见家居松下手杀 货车顺着坡道一路下溜 直接逼停了后方的警车 紧接着化学气体四散而出 现场瞬间乱成一团 杨科长则趁机带走了爸嫂 就在这时 猜霸乘坐直升机从天而降 将小玉直接扔了下来 爸嫂则趁机跑进了接应的车辆 杨科长也紧随气候跳了上来 家居借目标想跑 立马跳进了路边的一辆敞篷 驾驶车辆穷追不舍 猜霸本想利用高空优势 打出致命意境 好在家居一个飘逸 这才完美躲过一劫 一场激烈的飙车大战过后 几人来到了屋顶的天台 眼看爸嫂即将登机 家居快速送走鲍哥 在飞机离开前的最后一秒 纵身一跃稳稳地抓住了云梯 此时的家居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稍有不慎就会掉下万丈深渊 猜霸本想利用各种障碍来送走家居 谁知家居身手十分两断 利用各种优美的肢体动作 巧妙避开了一道道阻碍 在秀出一次次高难度动作后 家居找准时机 跳入了一截装满榴莲的货箱 此时云梯也恰好勾住了火车 飞机瞬间失去了平衡 剧烈的晃动将猜霸甩了出去 为了救回大哥 小弟将直升机迫降在了火车上 与此同时 杨科长也驾驶摩托追了上来 借助斜坡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飞跃 精准地掉落在了火车之上 眼看对方想要逃离 杨科长上前及时制止 接着凭借着过人的格斗技术 很快便将驾驶员打趴在地 而此时的家居正在和另一名小弟周旋 突然他看见了前方的路牌 接着使出了一招白鹤亮尸 以此来吸引对方注意 利用路牌成功将对方送走 另一边杨科长也控制住了猜霸 谁知霸嫂却从身后发起偷袭 杨科长一个侧灯 差点将霸嫂直接送走 好在他反应迅速 连忙上前拉住了霸嫂 眼看杨科长体力不支 家居及时出现抓住两人 猜霸也紧随其后 想要置几人于死地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火车马上就要经过一座铁桥 随着直升机与铁桥的碰撞 剧烈的爆炸 让猜霸瞬间灰飞烟灭 而其他三人则在下面逃过一劫 电影到此结束 雌雄卧底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将猜霸一网打尽